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六月潭风景区管理处决定将停车场改成收费室 民众看法不一但日管处说招募码头停车场是不可以露营的 未来会重新规划停车空间改善占用乱象 日管处强调停车场将采收费机制 若还是有游客在这里停车打起帐篷露营野炊 也将一发展观光条例开发 新的厂商进驻之后针对露营的部分也做一个适当的组织 可以规划 管理单位表示赵乌玛头停车场会改成单车和汽车分道 设置智慧资讯牌提供即时车格讯息 目前正在进行着标作业 预计明年上半年开始收费 华西温宁圈林品星洲大象南投报道